好了,又來開箱時間了 今天我們是開箱這件事 好了,這個是新推出的Gimbal DJI推出的 是Rolin SC 之前S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但那個東西實在太大部 所以就不太適合 所以現在出了一個小 其實挺適合我用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看看怎樣開箱 它整盒其實就是包裝好 連盒也一次過 它是不是要硬弄壞這個東西呢 好像是 包裝上有些蠻愚蠢的 它這裏有個位 上面這裏有個位 給你割開了 但其實是拿不出來的 才不能推出這個東西 那下面這些位 亦都沒有一些貼紙位 貼著割開了 那麼 唯有直接在這裏撕開它 好 暴力拆除完成 這個不開了 它這個盒也挺帥的 一個防撞的發布膠盒 它上面都印了去撈套的 那開口位就是這樣 這樣拆開的 好了打開看看 噔噔 裏面呢 先有一份 這份應該是說明書來的 然後就會有一些螺絲位 有那些防潮珠之類的東西 好 這個呢 就是電機 大家其實如果上網看 都有看過的了 事不宜遲 讓我先組裝一下 開個說明書來看看 好了 其實它安裝了 整個東西組裝好就是這樣 把相機放上去 但我發現原來它是沒有電的 那我唯有拿去充電 那它就會有一條 USB線給你的 這裡 那我想應該是駁回到這裡 大家看看 對 它有USB-C這個位置來充電 那下面腳架呢 是這個窩蜂式的設計 就會輕一點 那放在這裡其實都非常穩妥 重量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那另外看看它還有什麼配件 還有這個電話的裝置 那這個電話裝置 那這個電話裝置 除了可以安裝在旁邊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這個位置 拆出來 我先拆出來 拆出來這個位置 其實是相機的HOTS位 可以插在相機頂上 又或者放在旁邊 另外呢 會有塊插板 可以安裝在這裡 給相機用的 然後這塊是 我想這塊應該也是 不是旁邊的 這個也是相機板 這個要研究一下 有一個多塊的東西 然後沒有了 這個就是 USB-C轉為 MACOUSB的線 這個就有一個三角形的 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這麼多了 沒錯 充電之後再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怎樣的 好 我們充電 好了 充電了 現在呢 我就講解一下 怎樣安裝了 其實呢 就算它是電動Gimbal 也好 這個穩定器 其實它都要平衡 先把這個板裝了下去 下面呢 其實它都有寫 它是Heavy 還是Light 那我就用這個M50來試一試 另外一個Y字 裝在前面 頂著鏡頭的 但是我發覺 就應該不需要這塊東西了 因為鏡頭比較短 好 充電後 我先鎖一下位置 好 鎖一下位置 有一個鎖在這裡 這裡 好 那我鎖一下位置 先鎖一下位置 我會覺得容易一點 先把相機 先把相機 塗進去這裡 好 那我先把其中一個 先把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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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好 那你就可以容易一點 去控制它 但是這個 中間這個 就不要動 首先 我們調教一下 這個相機 不要向前後 先 那就是這塊板 控制的 我們應該要 向後一點 向後一點 它會追上去的 我們就向前一點 好 好 大致上OK 就可以留住它 這裡旁邊 有一個位置 讓你可以鎖一下 這個東西 下一次 你就知道 一放進去就對了 大致上 現在這個位置 前後 就叫 平衡了 我覺得 平衡了 然後 接著 到這個 其他軸 譬如這個 上下 這個位置 其實它就要 令到它 向上 所以這一條 其實你低一點 它就會 這樣搖下來 要令到這個 這樣平衡 而不會上下 這樣動 就可以了 好 這個位置 都可以了 現在可以試一下 這個左右 左右 其實就是下面這塊 再把它移動 這個東西的左右 然後再把它移動 左邊 它就會這樣走 對 這樣就要移動 右一點 同時 前後 也要移動 正好 好 左右 好 像 這樣 剛好 就扭緊 好 到最後 就是開這個 這個 就是這樣 左右垂 那你就要把它移動 正好 這個位置 看看它會怎樣 這樣 左右垂 應該不是很適合 應該是這樣平衡 所以我們也要移動一下 這個東西 所以它太高 它這個位置就會轉到這邊 這樣就要令到這個位置平衡 好 平衡好之後 你就可以嘗試去開這個機器 好 先放好 對 為何我這塊東西好像調轉了 好 對 那我們就平衡了這個Gimbal 其實呢 如果你平衡 不得到 或者不知如何平衡 其實回到App那裏 下載 它都會有教你怎樣 那我先連接這部機器 再開一個按鈕 好了 那我這個Gimbal 就和這部機器連接了 那我們 可以 做一個 開始檢測 檢測一下它到底 是否可以的 我們就將它傾斜 大概15度 那它要傾斜15度以上 以及45度以下 那它就會檢測到底你平衡得好不好 好了 那它就說OK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了 那呢 那呢 前面有個按鈕 按三下呢 它就會回到後面自拍 按兩下呢 就會自拍 按兩下呢 就會自拍 好 那按實呢 其實它就會Hold住前面 不動的 對 左右這樣 它都會Hold住前面 向死前面 好 除此之外呢 這個App那裡 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控制這個東西 那 舉個例 譬如我們用體感 就是用這個iPhone 可以看了體感之後呢 它們就會 譬如始終我向下 我就向下 向上 向左 向右 那這些呢 大家應該上網都看過的了 研究完一輪之後呢 就知道怎樣設定了 其實它所有呢 幾個Mode 它有三個Mode 它中間這裡呢 有個M 按鈕 那是轉Mode的 那有三個Mode 其實都在手機的App 那裡設定好之後呢 就可以用的了 那其實為什麼會買這個東西呢 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其實除了那個跟招之外呢 就是跟著那個對象來走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有用的 無論是Almost Pocket 還是它那些 飛機 那都會有這個功能的 那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都非常之好用 另一個呢 就是我看到這個 拍攝的方法 它就叫做 3D Roll 360 就是把相機可以變成這樣 向著前面 然後呢 我可以這樣 360度 倒轉來拍攝 那這個這樣的拍攝方法呢 平時如果不用Gimble 其實都頗難做得到 很順滑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個Gimble 是可以買得下手了 那當然啦 其實它不是很直接對到M50的 它給了一條線 駁下去 那其實它有一個位呢 可以拿來做對焦 和錄東西的 但我剛才發覺呢 是不可以的 那可能要去DJI 我問一問他 因為我看回技術參數那裏呢 都說是可以的 那我買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人就沒有說到 一定不可以的 他說看什麼料 是說可以的 那我想都要問一問DJI 那裏那裏 可以解決可以用得到這個問題 那暫時直接按這個按鈕 那呢 那呢 相信大家都會有看到Youtube不同的示範影片 我也不多在這裏再做了 那暫時來說呢 我都頗滿意的 另外我就插了那個墊高的那塊板 都可以平衡得到 那我就拿少一塊東西去設定了 如果你想再有什麼東西 試一下這個Gimbal的話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那我就嘗試試試給大家 那記得訂閱啦 和讚好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